巨大小鱔 Hello 我是泰泰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道便當 更常出現的 樂狗小章魚 日本超市啊 有賣很多不一樣種類的小樂狗 我們今天選紅色的 讓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它這是專門做便當用的 有沒有 這邊就有小樂狗的組外 紅色色素是來自於偏然色素 所以食用上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要準備哪些材料吧 材料準備好以後就開始做囉 拿出一條小樂狗 斜面對接成兩等份 在樂狗的中間畫出一刀 再從旁邊畫出一刀 總共畫出三刀 像這個樣子 就可以看到結合囉 放到可以加熱的容器裡 鋪上保鮮膜 回撥 加熱600瓦約10秒 直到小樂狗的腳都翹起來 把吸管剪一小段 用吸管在起司上壓出小圓圈 用牙籤輕輕把它推出來 做出一個起司小圓 再用牙籤的尾部 在中間壓出一個豆 把起司貼到章魚的鼻子 先擠一些美乃滋在旁邊 用葉子夾了芝麻以後 沾取一些美乃滋 就完成最簡單的章魚囉 用海苔也可以做出其他不一樣的表情 用起司壓出兩個圓形 用起司壓出兩個圓形 沾美乃滋貼到章魚的臉上 用海苔剪出兩個小圓形 貼到眼睛上面 利用海苔跟起司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樣的表情 沾美乃滋貼到章魚 阿東小章魚 利用一條小肋狗 做出兩個不一樣的章魚 很划算 不知道大家喜歡今天的小章魚分享嗎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留言讓我知道 給我一個鼓勵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